你突然在倒下去 你和我的小朋友要怎麼辦 我真的很想看到你 很想找到你 那你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下 你當初是在什麼樣的因緣際會下 接觸到我們的頻道 以至於現在會委託我們 來可能再跟你先生去做看 能不能達到這溝通的橋樑 我就是看那個手機的YouTuber 然後看到你們的影片 然後我就是看到RNiG 真的是看到RNiG 沒有看到RNiG 然後我想說我想要找我老公 然後想說能不能拜託你們來幫幫忙這樣子 對 從先生離開到現在 在你自己的認知跟認為裡面 你有覺得什麼是很遺憾的地方嗎 遺憾的地方喔 就是他真的什麼事情都沒有做的交代 他就突然真的是這樣子走了 突然他真的是突然之間的倒下去走了 你剛剛講說他有很多事情想做 可是來不及做的嘛 對 你覺得他有哪些事情是想做的 來不及做的 他就是想要有自己的一個 屬於自己的真正的家 不用給人家租房子 然後我們要有真的有企劃 那時候就說要去蘭嶼玩 對這個疫情比較穩定的時候 要去蘭嶼玩這樣子 可是 真的 真的太突然 嗯 感謝你慢慢講 沒關係你慢慢講 慢慢講 真的是太突然 嗯 你可以 稍微跟我 陳述一下 當初 他在這個房間裡面發生的事情嗎 他就是 他生前他都沒有任何疾病 他也沒有什麼 什麼受傷有的沒有的 也沒有什麼慢性疾病 沒有慢性疾病 都沒有 他就突然那一天真的就是 突然在家裡倒下去 就是 在地下倒下去 然後吐血 嗯 然後就昏迷了 然後我就叫救護車 然後救護車也沒有辦法 馬上就來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也沒有辦法馬上就來 嗯 去醫院 然後 插管治療 就真的 那個一切來的都太快了 太突然 太突然 真的是太突然了 那從他離開到現在 大概多久時間 大概一個月 你說他在離開之前 有曾經講過一段話 讓你印象非常深刻 有 他 就是人家說的那個 回光返照 對 回光返照 我現在坐的位置 就是他申請坐的位置 他都坐在這裡 那一天他突然比較好的時候 他自己有說過說 等他好一點的時候 他要去把他的保險加重一點 以後我跟小朋友 我只是還沒有出生的小孩 日子會比較好過一點 這樣子 說完沒多久 這些話說完沒有 隔一兩天 他就跑下去了 那純如你前面講的 你先生俊宏啦 俊宏他走了比較突然 那你覺得他這樣子走了 連什麼事情都來不及交代 你覺得他針對你的部分 有什麼事情是最放不下的 或是會擔心嗎 因為他 你剛剛提到你現在懷孕了嗎 對 因為我們等這個小孩子等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因為我先生43歲了 他自己也有想說 他已經有一個女兒 他不想要省了 可是他知道後來的時候 他再覺得說 要有一個家庭 有一個那個 可是我們等這個小孩子也很久了 這個時間點就是真的太剛好 就是我懷孕了 一兩個多月 他就突然的倒下去 他也知道說我懷孕了 他也會放心不像我 要怎麼去帶這個小孩子 因為我要工作 又要帶小孩 我一個人要怎麼去 去顧這些東西 去處理好這些東西這樣子 對 我相信 因為他走得比較突然 不管是在他的立場 或是在你的立場 你們平時之間 應該會有很多話 想要跟對方講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邊就是 看可不藉由我們的 這個科技設備 去搭起一個溝通的橋樑 那不能確定 也不能肯定 一定會有結果 不過我們就盡量試試看 那待會可能請你 就是帶領你現在的情緒 我希望可以間接去影響到他 讓他能給你有更多的回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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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些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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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這裡 老公 你在哪裡 我很想你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聽見我的話 老公 你在那裡有沒有過得很好 我燒給你那些東西 你有沒有收到 老公 你到底在哪裡 老公 你到底在哪裡 老公 你到底在哪裡 你有沒有回家 老公啊 老公 你突然在倒下去 你讓我跟小朋友要怎麼辦 我那個不定時間就三件 我真的很想看到你 很想找到你 明明知道說我有生命 我沒有辦法吃藥 我都很堅強的自己撐過來 可是你真的是走得太突然了 最厲害 貓 在這裡是不是 最愛的貓 要在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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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前的工具袋 他之前的工具袋 工具袋 你走得那麼突然 你走得那麼突然 甚至於連最後一句話 都沒有辦法跟徒勋交代 你會不會覺得很遺憾 你會不會有很多來不及說的話想說 你還沒有出生的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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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名字叫亦凡 亦凡 這個名字是不是你取的 你一手拉拔長大的賣賣 在你離開之後 在你離開之後 在你離開之後的某個晚上 一直在叫 是因為你回來的關係嗎 你的離開 所以沒有辦法參與 你太太 跟小朋友的未來 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會不會覺得很遺憾 你最渴望的家庭 因為你的離開 已經破碎了 你說怎麼辦 我們不是來搗亂 也不是來玩的 我們是來幫忙的 所以你有任何想說的話 想交代的事情 趁現在 跟你的太太說 剛剛是不是你去動 我們的攝影器材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老公 今天啊 我就是拜託那個 204的檔案的 這些工作人員的幫忙 要不然我真的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找你 其實 我真的很想你 可是現在因為下班回來 家裡都沒有人了 我真的很想你 我真的很想你 如果那天當晚的時候 我要強硬拉你下車的話 是不是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了 我真的很自責我自己 你 醫生給我簽那個病回通知單的時候 我簽下去的時候 我真的很內疚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我害死你了 你 你到底在哪裡 我真的沒有人了 你還沒有人了 我真的沒有人了 你 他不是你 因為我真的 你 我真的沒有人了 你 我真的沒有人了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